來啦 大家做完事都辛苦的啦 跟余夫人一起去放鬆一下啦 今次介紹這間就是位於福田口岸附近的逆居 做完之後好像通完水管一樣那麼舒暢 記得不要走開呀 精彩內容 盡在余夫人Channel Yo 歡迎回來余夫人的Channel 今天帶大家來水圍去試這間的逆居 逆居在水圍有三間這麼多 今天帶大家去其中一間就是在翠芳的二樓 我們現在上去啦 交通方法 簡單講一講交通 只要在福田口岸搭一個站去福民站 就可以來到水圍的啦 然後在D出口一路搭升降機上去 途中會見到京東的七仙 然後繼續向前行 直至見到麥當勞 走前多幾步就去到翠芳 翠芳前面有一些招牌 上面就會見到逆居 逆居Upper House 在水圍有三間分店 今次我去的這間就是水圍嘉爾台分店 是位於嘉爾台群樓 翠芳商場一期的二樓 在福田口岸D出口走過來 只需要五分鐘的路程 非常快捷 在大眾點評有4.7顆星 是屬於深圳彩爾銷售榜的第一名 在網上平台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package 包括有去濕區航二選一 彩爾、頭部、護理等等的三選二 這裡還可以做spa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服務 我們現在來到二樓 走去曼博士光的方向然後轉右 接著就會見到四季椰子雞 再走前多幾步就會見到逆居 前面也見到有香港人去逆居 果然很受歡迎 余夫人本身就好喜歡做頭皮護理 洗頭和疏通淋巴 所以這間逆居都幾適合我 這裡最出名就是用鹽石去疏通淋巴 一會我們就會做這個項目 現在我們進去舖頭看一下環境 真的好像去了泰國做spa的感覺 店裡的裝修都幾精緻 燈光調教得都剛剛好 暗暗的不會太光 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前台上面放了一些精油 聞起來都幾香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套餐之外 這裡還有一些單行系列的票價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古法彩意之外 還有眼部、面部的項目 在開始之前 大家可以在外面吃少少零食 喝少少東西 同時我帶大家很快地走一圈 不要看這裡好像很小 裡面總共有15間房 而每間房就以星座命名 非常之特別 看得出老闆花了很多心思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星座去選房 我和小姐都在7月生日 選了巨蟹座的房間 我們最後選了這個298的三選二套餐 現在做這個就是項部琳巴岩石疏通 首先技師就用一個四兩撥千金的手法 由中大勁幫我們通一下琳巴 然後再推一下下額 讓臉可以再尖一點、再V一點 在整個過程中 技師周不時都會問問我們 究竟痛不痛、力度行不行 非常之貼心 舒不舒服嗎? 嗯 我的檸檬味很香 接著就是舒緩頸部的肌肉 我們覺得這位技師的手法真是不錯 一問之下 原來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技師 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難怪我表姐這位老手 一看就看得出了 房間裏也準備了零食和飲品 如果做項目時肚子餓 也不怕沒東西吃 開始做鹽石的部分 技師會把鹽石加熱和加精油 去發揮它最大的功效 他摸一摸鹽石 然後再用多次這個四兩撥千金的鐵砂掌 幫你做一個舒緩的放鬆 像你這種筋脖子 它這麼硬就是因為含氣太重 它需要熱的東西 熱的熱量不足 你身體的熱量不夠 所以它的 如果簡單來說的話 水分光亮了 它的堆積在那裡 它就 再加上你平時工作太累的話 它就會熱一次 很熱的嗎 很熱的 熱的 燙不燙 嗯 有一點 很接受嗎 嗯 做完這個鹽石疏通之後 全身真的好像通完水管一樣 那麼舒長 接著就輪到我做頭皮洗護的部分了 技師就幫我清潔一下耳朵 因為我第一次被人洗耳朵 有種很恐怖的感覺 但其實是舒服的 這個項目也包括洗頸前面的部分 還有背部的沖洗 原來將床下面摺了水管 所以我們做完SPA之後 可以直接在這裡洗頭 不用換房的麻煩 之後它就會用一個透明的箱 套住我們的頭 感覺上我們好像一個小籠包 被人蒸住了 好熱啊 頭裡面 它主要關於頭髮 我的頭髮熱得好像在火爐裡面 但是熱得很爽的 剛剛洗完頭 現在在吹頭 吹完頭之後 我就會做一個彩耳 剛剛洗完頭 和吹完頭 現在頭髮很香 還有很柔順 剛才它幫我洗了耳朵 現在耳朵有點痕痕的 這個又有這個彩耳的服務 所以就順便做了 這個就是彩耳的工具 現在就開始要彩耳了 看我耳朵有沒有多髒 你耳朵裡面有什麼髮尾 哈哈 裡面有髮尾 說真的彩耳真的會令人上癮 為什麼可以這麼舒服 它會用孔雀毛在你臉上掃掃掃掃 然後就根據你耳朵的情況 用不同的工具把你的髒東西撩出來 過程非常治癒 如果你試過彩耳 就會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感覺 沒試過的一定要來試一下 其實很有必要試一下 所以鬧就鬧出來 現在就輪到我表姐做彩耳了 彩耳舒不舒服 舒服 好啦 今次的體驗我們做完了 整體來說我們都蠻滿意 沒想過福田喀岸附近有一間做Spa 還有齒爾那麼好的地方 另外就是做完之後 就可以去水圍逛逛逛逛吃下東西 這一間的樓下還有一間菜葉帶椰子雞 不錯的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要喜歡就給點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下次再見 Bye Bye 好髒啊 这是我的耳朵吗 我耳朵很骯髒 我看到了 好可怕